Yo的小專 所以今天第一張牌是這個 娜加烈的關鍵卡 娜加的魚群 其實這是一張挺強的牌 這是召喚兩個2-2的獅子魚 長者不得性 召喚兩個2-2的獅子魚 然後如果你在這張牌在手中的時候打出娜加會賦予獅子魚加1加1 要注意這個 賦予加1加1理論上是無限combo也就是說 他其實應該會無限的長大 所以他會一直維持兩費的野獸這個狀態 可是應該會無限 我不知道會不會維持兩費啊 不過 有可能維持兩費然後就是兩費然後體質變大 有可能就 一直變大像是翠魚那樣 雖然像翠魚那樣機率比較低啦 因為翠魚還會改卡圖 然後這沒有 這沒有別的獅子魚卡圖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超級強的娜加烈的節奏卡 因為 這沒有限制這個獅子魚會長多大 所以獅子魚可以長超級大 然後變成 讓這張牌變成一張超級節奏卡 然後基本上你想要跟這張牌就是搭超多 跟娜加有關的東西 就是這樣非常厲害 其實 呃 理論上這張應該是會 無限變大 因為像是 不過像是 就之前爐石裡面好像沒有先例說 就是類似這種卡會一直無限變大 因為 就是這都會說會每當 譬如說有方手下死亡時升級啊或幹嘛有的沒的 我好像沒有什麼印象會 這種無限變大的狀況 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 新式的設計吧 看一下翠玉的敘述長什麼樣子 翠玉應該也沒有講說會 因為翠玉基本上自己就是一個遊戲機制 算是一個蠻新的東西吧 蠻新奇的東西 這只有講說翠玉塑像 翠玉塑像自己是一個 翠玉魔像 然後自己是一個遊戲機制 所以 這算是一個蠻新的東西 然後就是跟以前翠玉有點點像 不過當然這只有兩張牌啦 然後 你還需要這張牌握在手送的時候 然後再打娜加出來 其實限制還蠻多的 基本上你只要打出一張娜加 這個就已經蠻划算 變成3費較量的33 就是很棒 所以這其實不用到太多張娜加這就已經很強了 你只大概需要兩三張這就已經是 一個頂棒棒的神卡 3費較量的55之類就已經3費濕濕的體質 其實非常的不科學 而且這本身還是野獸 這41本身還是野獸 所以還可以跟那個 獵人來做其他野獸combo 是一張非常強的牌 其實獵人新的幾張娜加牌都非常厲害 所以基本上 獵人應該是一定要玩娜加的 不能不玩 OK 現在是這個學校老師 然後這樣我是放一個 1的小娜加到你手上 然後發現一個消耗3以下的法術 並教會他 會啥這邊顯示一個變換 變換卷軸 小娜加一樣就是 一個1的東西 這個 整個就長得超怪 不知道為什麼這邊有一個變換卷軸 然後 這邊 這個戰吼的施放鈴也超憨 所以像這張牌就是一個 蠻經典的娜加拿娜加的牌啦 其實這個資料片還有另外一張 不過 這就是一個很經典的娜加拿娜加牌 然後其實 四費五四的 體質其實還不錯 然後這個娜加拿娜加 其實對娜加牌組來說也很好 因為有些東西需要你打娜加才會觸發 像是牧師 像是 我們看到獵人的張牌 然後這邊還自己帶一個法術 呃 這位施放法術可是一樣就是 呃我們看到蠻多娜加系列的combo牌 其實都要施放法術 可是我不太確定 這邊都有詳細的講說是你必須要是 你來施放啊 然後那種施放法術理論上是 譬如說你花費 理論上那不是你施放 因為那是那張牌施放 我記得羅斯如吉是這樣啦 因為以前有格遠是這樣子出發 另外一張娜加找娜加是這個聚合體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打中文 但是還有另外一張兩費的這個深海聚合體 也是一個會娜加找娜加的牌 所以其實 就是這種 這種牌就是 能夠一張牌給你兩張娜加 其實幫你補娜加是蠻不錯的 今天的最後一張牌海底深淵 呃會四費然後是惡魔戀的暗影法術 抽兩個你消耗最低的手下 這張牌其實費用有點太高啦 就是四費抽二 不是很讚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以前 聖騎有這個一費抽兩個一攻手下 就是比這個牆超級多 四費純粹有點太高費 純粹有點太高費 除了有一些 跟暗影法術combo這些東西 或是有些 消耗最低的手下是 可以做combo的事情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兩個消耗最低的手下是 就是 理論上是可以做蠻多combo的啦 combo就讓你很多combo都可以做 呃 有什麼比較 簡單的例子嗎 譬如說親王啦 我第一個可以想到是親王 可是親王你一般 來說不會想要那麼晚下 譬如說這個開西斯親王 譬如說無雙的這個賽佛 不過基本上都是一些 開放的combo 我有點難想到 標準裡面 目前有什麼東西是你想要 直接抽兩張 又是 某種關鍵章 又在惡魔獵人牌組裡面 這類東西 或或許以後我們可以用這張來 抽一些combo牌 或者說你消耗最 你就只有兩個消耗高的手下 或是你只有一些消耗高的手下 然後你可以 譬如說一樣消耗 譬如說惡魔 惡魔 獵人 好了 呵呵呵 那惡魔惡魔獵人其實會帶那個 就是 4費這張降費的傢伙 在哪 4費降惡魔獵人費用的 惡魔費用的這張 那這或許就夠好 可是一樣就是 4費抽二還是很貪爛 就除非 你的抽牌 帶有降費效果或什麼之類 就比如說跟任務惡魔獵人搭 有可能是因為有任務惡魔獵人啦 所以現在這種 惡魔獵人抽牌都必須要蠻高費的 因為不然 其實蠻容易被大家用來 做combo的 OK 那其實接下來的部分是這個 一個比較憨的環節 因為 其實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其實有做 有先釋出一些 呃 新的決鬥擂台的東西 不過基本上 就是 基本上新的東西就是 會有新的決鬥擂台 就是會有新的4個英雄 就是布蘭恩 銅鬚 然後還有芬莉 然後還有 呃里諾 然後還有 伊莉絲基本上就是以前那4隻 然後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一次他們基本上就是用以前的那些skin 然後英雄能力有稍微改過這樣 然後 相對的寶藏也都是 如果你以前就已經解鎖的話 如果你已經就已經解鎖的話 你也不用重新再 解鎖一次 而且 就是寶藏也都是大家熟悉的那些寶藏 所以其實 我個人認為也是還蠻不錯 而且都是 兩職業啦 那4隻全部都是兩職業 不過這樣應該代表說沒有人 有 可以用惡魔獵人的牌啦 那4隻全部都兩職業 都是雙職業的東西 然後 也有一些新的被動寶藏 像這個是打撈 打撈相關東西 每當你打撈 抽一張牌然後 洗牌 新的被動寶藏 還有這個當你 每輪打出 你的第一個娜家加一個隨機的遺廢法術到你手中 然後還有這個 遺忘深淵 然後 遊戲開始的時候放三個劇情手下到你的牌組最底下 然後他 消耗減少3 這張感覺就超有趣 然後 對 剩下的東西就 大概是這樣啦 他後面都在講COMBO 就是有些東西有變啦 有些東西是有變的 然後 不過當然你就有新牌可以打 而且基本上也要看 後面的決鬥擂台的牌齒到底長什麼樣子 還有決鬥擂台還有更多不同改變 不過目前都還沒有 完全揭露出來這一階段就只有揭露 這個部分的決鬥擂台內容 其實我個人是私心蠻喜歡決鬥擂台的啦 不過 他完全就 目前呈現一灘死水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想法 就是你如果之前有玩過這個地層冒險的話 那其實他 延續以前的地層冒險進度其實是很好的 OK所以的確是 奧丹姆那個時候的東西啦 而且看起來我沒有全部解鎖 我其實還有兩個沒有 全部解鎖的樣子 搞不好可以趁這個機會來 全部解鎖一下 這都沒有 這都沒有全部解鎖 對啊 這全部都沒有 哇以前就有巨大蛋蛋 呵呵呵 OK 我這有全部解鎖嗎 這也沒有全部解鎖 所以以前的其實他們都是用以前的卡圖啦 陣營之靈 OK 所以你其實可以先玩一下以前的東西然後來解鎖這些 這些牌然後之後如果 那個 如果那個東西出來之後新的決鬥檔出來之後你就可以直接 解鎖新的專屬寶藏 其實還蠻 其實還蠻不錯的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 利用以前的內容的方法吧 而且這樣子也代表說 以後的這些 搞不好這些 這些內容他們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再來使用他們啦 這樣子 大家可能也會 有比較多的 尤其這些設計比較好的內容啦 就大家會有比較多 動力來 動力來 玩這些東西吧 或許 好啦 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 待會兒